本人实名求助,河北省邢台市邢台监狱,石监区区长,宋监友区长,我父亲在监狱意外死亡,已经30多天,自10月11月19日,把我父亲送到殡仪馆之后,就再也没有人管了。 我父亲2019年被害入狱,由于我父亲没有犯罪,一直拒绝认罪,现在利益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,现在却意外死亡,多次找到宋监友区长,一直在告诉我们,正在调查我父亲的死因,现在30多天过去了,我想问我父亲的死因到底有多复杂,现在没有任何结果。 现在这么多天过去,又告诉我们,我父亲属于正常死亡,病例显示我父亲肋骨骨折,双肺磋伤,脑多处软组织损伤,脑袋上有一个10多公分的裂缝,请问领导,这属于正常死亡吗? 请领导,根据病例按事实说话,刚开始说给我们书面的调查结果,现在又说没有任何书面结果,作为一个监狱部门,可以说话不算数吗? 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吗?我们是河北省寒南市大名县人,我和弟弟为了处理我父亲的后事已经在形态三个多月,我们没有任何收入,我们无家可归,我父亲去世30多天,无法入土为安,跟请屏幕前的正义人士,新闻媒体,以及相关部门领导,能够为我们老百姓维护权益,能够让我父亲早日入土为安,谢谢大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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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